今早法庭判了七警案 判处的判刑大概是两年 我作为一个律师 我要尊重法庭的判决 但是我不禁都要讲一讲 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感受 这个两年的判刑 我认为是太重 如果我们看回一些过往的案例 关于袭击引致人身伤害 最轻的是社会服务令 之后可以去到判两三个星期 甚至乎两三个月的监禁 同两年这个判刑 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距离 大家记得钉砖的案件 涉事的那个年轻的一个犯人 判的是感化令 有些人会觉得原来钉砖 破坏着我们社会的公义 破坏着我们一个安宁的社会 随时可以令人失去她的生命 判的都是感化令 一帮警员 当然大家明白 当日是的确按照法庭的判决 犯了案 我尊重法庭的判决 然而 我想请大家一起跟我去想一想 在占领的期间 那些警员要付出几大的代价 长时间的执勤 我听过 有人说 是130个小时的长时间的执行 任务 没有休息 面对那帮示威者 如狼似虎地走来 侮辱他们 打压他们 挑衅他们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些执行任务的警员 是面对很大很大的压力 精神和情绪 是去到爆炸点的 有没有人体谅过他们呢 现在反过来 梁国雄今天站在这个台上 刚才还在谴责着警察 我想请大家公众 听到我这段发言 大家回去思考一下 想想一下 这件事发生了之后 现在我们见到一个这样的判决 大家的感受是怎么样 是不是就是好似长毛一样 还要一尘百彩 谢谢大家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